后来ided the world is out there 她方面的最低限 有一个时代在台湾还有的4个 你可以假装学习冻学习国家 最喜んで看看 好多人 我想问一下台湾的情况 她有这个刚刚说的一句 小秦赢、飞治条理 就是那个 他有沒有什麼研究說他有沒有抵出了這個Data Privacy Ordinance 因為我們去什麼網站,我們發放什麼message,我們的內容是什麼,有沒有談集系 是我的Privacy Data 如果他這樣去monitor的話,其實是有抵出的是不是,有沒有研究過他 台灣其實是有法律在保護Electronic Privacy,這是非常清楚的事情 但是據我所知,那個法律起碼大概四年五年應該有了,沒有真正針對那個法律所發生的Case 唯一用那個法律 make a case 是真信社去調查外遇的 是這樣的一個狀況 其實你這個問題非常true point 好玩的地方是在於說,我們最近通過了一個法律叫做通訊監察法 通訊監察法裡面規定就是說,你如果wildtap一個人的話 你wildtap的那個動作結束之後,如果你沒有對他採取進一步的行動的話 你必須要告訴他你曾經被wildtap過 但是他到底有沒有真的去follow這個路 其實是一個蠻值得去觀察的一個對象 那就像我剛剛說的就是說,他要去要求ISP或者是ICP 或者是學校的電線中心把這個所有的資料給,他都會給了 你知道台灣的整個這個所謂的法治觀念到這樣子的一個地步 或者是說學生的這個對自己的權力保護的觀念到這種地步 那真的是蠻可怕的 就是說解嚴十年二十年大概都沒有什麼用我覺得 電線中心的主任會跟學生說 你去跟刑事警察局的人談一談就好 談完了就沒有事 意思就是說坦白從寬 OK,因為他已經幫你的data給了嘛 那學生會抗議說,你不應該把我的data給 那他就說,我校園裡面的這個data這個基本上是我自己的財產 所以我要給誰都可以 他常常有這樣一個argument 甚至有時候離譜到什麼地步啊 我不要說哪個校園 有個電線中心曾經 電線中心曾經這樣問我說 有一個律師跟他講 跟他講說你的學生有人在網路上賣大補貼 然後裡面是色情光碟,裡面是什麼等等的 這當然是有commercialize的行為 然後他就說要求他把學生的資料交出來 那電線中心主任就說好,那我交好了 我說你不可以交,這個事情有點嚴重了 他說可是他是某某大公司的律師 某某大公司的律師 他都會把資料交給他 更不要說今天來的是警察 或者是檢察官,或者是任何的類似 就是說有公權力的人 事實上真正的實際運作狀況是這個樣子 可是奇怪的是,學生沒有起來fight 從來沒有人起來fight這件事情 曾經有一個學生說 他架了一個所謂的什麼 無政府分子文件集這樣的一個網站 那他學校裡面的教官電線中心主任 就follow這樣的模式 把他帶到刑事警察局去 那刑事警察局跟他講說 你這個坦白從寬你跟我談一談就沒事 那他也就乖乖的什麼都講了 那其實他的行為也本來是沒什麼事情 可是他後來就說他教說他人犯罪嘛 然後他那個坦白從寬沒有任何的搜索票 沒有任何的傳喚任何的程序 都沒有了這樣的狀況底下 跟他講的話通通變成起訴的證據 那又遇到一個白痴法官就判刑 就是說類似這樣其實你每一個case 去看幾乎都是百分之百模式都是一樣的 那更有意思的一件事情就是說 高解署他還曾經發過一個公文 我曾經拿過那個公文的文號 我還曾經把它公佈在報紙上 結果有一次他們就帶了幾個 這個檢察官在公開場合說 我不可以公佈他們的文號 我說可是你說謊嘛 我為什麼不能公佈呢 他講的是什麼 他說他發文給所有的ISP 透過電信總局發文給ISP 然後透過教育部發文給所有的ISP 所有的電算中心 不管公司裡大學 跟他說如果有警察檢警機關 要學生的資料的話 你都要給 理由是刑事訴訟法裡面的 什麼什麼什麼的規定 那刑事訴訟法很長 我也不知道那一條到底是什麼 我就把法條拿出來看 結果一看 那個叫做 俠區之外的警察協助辦案的規定 所以他的 他的那個整個 Mentality是說 所有的ISP 所有的ICP 還有所有的大學校園電算中心 都是他的同僚嘛 了解我的意思嗎 都是他的同僚 都應該協助辦案 我說你這個根本就是 而且他那個文裡面解的是說 得提供資料 他不是寫因提供資料 因為這樣子 他就沒有責任 可是很有趣的是 接到封文的人 每個人都是把它解讀成 因提供資料 然後所有的Case 所有的這個Process 就這樣子 因為有一次 一個地方的中心主任跟我講說 他說我們應該給他資料 我說 在哪裡拿給我看 結果那個東西就被我拿到 我就隱印了一份 我就去公佈這個 密件文號這樣子 那反正這個洪惠華檢察官就非常怒 他說你不可以這樣做 我說那你先不要做 我就不會做 這很簡單的一件事情 所以 somehow就是說 我們先姑且不論 那個Content 有沒有所謂被禁止的價值 其實我認為 就是說一個社會裡面 有被禁止價值的Content 其實是很少的 老實說 大概1%可能都不到 但是他那個整個Process上面 這樣玩實在是非常不好玩 我都真的這樣講 那台灣的ISPA沒有Content 台灣的ISPA 我曾經有一次 在某一個地方開會兩年前 好 我跟你講那個地方 什麼地方沒關係 調查局 OK 他們有一個所謂 經濟犯罪防治小組 然後也找了一些ISP去 然後他們就說 因為網路犯罪有急迫性 證據不容易收集 所以呢 應該有便宜行事的方式 比如說我如果打個電話給你 只能夠證明我是誰 你又應該把資料給我 有一個前三大ISP之一說 為了要維護國家治安 我們當然全力配合 他說我說奇怪 你怎麼可以全力配合 這個第一個 這是Personal Data 第二個 這是你的財產權 對不對 你有營業自由 你有財產自由 人家隨便都要進來收 你就可以給嗎 他就覺得 奇怪怎麼整場 都沒有人講反對意見 你在那邊 刮啦刮啦到來幹嘛 之後再來 沒有人叫我參加那種會了 反正就是 在臉前 是 三年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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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四年前 一 三年前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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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年前 不出發展 我想找別人講話 剛剛 那個 尤教授 說這些 保護兒童或少年 或婦女 的法律都是女性團體去爭出來的 我想這裡帶有是女性團員的代表 或者以前是代表 譬如網瓶拿瓶奶杯 能不能請他們說 如果邱律師不是很健忘的話 他應該知道我現在已經不在那裡面 而且我為什麼離開的原因 大家應該很清楚吧 這樣就是啦 他搖頭他說不滿意的 誰 我給你聽 很累了 明天哪 明天啊 我最後講一點 我想簡單一點 關於他們 剛剛這個 是不是也講到說 像這些法律啊 三更半夜是通過的 這個 不但是他的過程很草率 整個立法根本沒有資訊 而且各位一定要知道說 這後面這個法的黑手 就是說 誰在裡面搞這些東西 其實就是跟這些 現在都在檯面上的 這一些保護團體有關 而且你再去看那個 什麼兒童福利法那一類的東西 你注意到說前面的一些條款 就是有一條就是說 有內政部或者是民間 政府來委託民間 來設立保護這個儲劑 救援儲劑的團體 還有好幾條啦 有的是保護的 有的是救援的啦 有的是什麼機構 換言之說那個法律 當時在訂的時候 就已經把這個說 就要用國子 或國家的錢來去 趕快委託民間團體 去建立這些救援的機構 這是什麼意思 你們內行人應該懂 就是意思就是說 就是說我現在有個團體 然後我現在立法 然後告訴你說這個法 所以我們需要這樣的機構 國家做不來沒關係 我們沒有民間幾個數 這個你再看一看 你們不要看到表面上這些保護團體 你去看看它的預算 立新比如說 那一年是多少 後來我幾年我不知道 比如說什麼 六千萬七千萬 差不多七千萬 你要想到這個數字 他們這麼大 也幹了事 當然也幹了一些事情 但好像 我們信別 你還沒多少錢 還可以幹不少事 六千萬七千萬 但是 我告訴各位這什麼 這就是黑金 新的解釋 新的解釋 官民勾結 還有沒有什麼人有話要說 或者有問題 或者有意見 不過他們不是黑金的始作用者 姓名基金會就是 你們當然這個也不知道 就是說姓名基金會長期以來就是這樣子 而且他們以前就是在整個教育部 這個他們自己 所以長期台灣的性教育的 各種活動各種辦的這個 那種東西都是委託他們的 這個就是一個 他們怎麼講 他們的政治關係非常好 這當然就是在跟 葉涵文在以前 跟整個國民黨的關係都很好 所以這個是長期以來 台灣這個黑金結構 你知道 這個部分我覺得要掃啊 對 這也是黑金結構的一部分 很明顯 所以各位請在你們的網路上面 要求新政府要掃新的黑金體制 既然已經被我們曝光 找這些黑金的關聯 如果你們都沒有什麼話要講的話 我們就今天 我再曝光一個東西 他要再曝光另外一個東西 他要再曝光另外一個東西 說到涉嫌 你們知道網路上有一個網路犯罪防治網 掛在資冊會底下 趕快寫Email給林芳信 裡面有一個網站叫非涉情網站 非涉情網站 OK 有很多奇怪的東西叫案例災譽法庭判決 相關法律其文共產消防設備 消防設備 不是消防設備 是消防設備 然後裡面所有的選擇的資訊 你可以想見的都selected 直選某一種立場的資訊 然後委託單位是行政院研考會 贊助單位贊助是什麼意思 贊助就是給錢 你如果是在校園裡面 就知道這個就做了研究計畫 叫行政院NII小組 然後網站規劃叫 資冊會科技法律中心等等 以前在那個奇文共產那一欄裡面 他們搜了一些我的所謂 他們認為超級自由派的言論 我覺得我頂多是個自由派 絕對不會是個超級自由派 然後都沒有跟我講 然後有些是整個文章 就copy到他們自己的這個server上面去了 那有一天我走在路上 突然有一個這個中原法律系的教授 就跟我說我最近看了你很多文章 在一個地方叫非色情網站 奇怪我怎麼時候變成非色情網站 我說我應該 我的東西應該被放在色情網站那類的東西 我就趕快去看 結果看了之後 原來才是這麼一回事 你對人的這個所謂的這個 intellectual product 你都不會尊重了 你憑什麼來跟我談所謂的色情不色情 你了解我的意思嗎 那這中間最大的麻煩就是說他有錢做這種事情 他有錢做這種事情 因為有很多政府的錢在這個地方 那政府的錢用來promote 某一種特定的言論立場 跟一種特定的意識形態 或者是一種特定的對性的觀念 到底是不是一個可以被接受的事情 我想這在美國其實是常常被辯論的 常常被辯論說剛剛我們到底應該怎麼用的一個問題 那我想就是說這個其實 然後他說你這裡還有一個 你發現網路色情了嗎 你點進去你就可以去檢訊 趕快去檢訊 這東西其實有一些很奇怪的事情 然後他還有一些link 幫你link到美國或者是歐洲或者是英國 一些所謂的所謂的保護兒童 或者是這個反色情的一些website上面 讓你去看 讓你以為全世界的觀點就是只有這樣子而已 因為他所提供的就是那些 我剛突然想到一件非常好玩的事情就是說 那如果他link到比如說 某一個美國很保守的一個網站上面去 然後那個網站上面有一些黑名單 那他也是提供色情網址不是嗎 根據剛剛你那個邏輯 他也是提供色情網址 所以他也應該受這個 somehow就是所謂的性交易防止條例的規範才對 所以這個somehow就是有一些邏輯不大清楚的地方 是必須要大家去想想看的 那這個東西的確存在 起碼今天中午的時候還存在 他們不會拿掉 然後後來我就寫了一篇文章說 欸你都不尊重我欸 那你我的文章放在這個地方 你就變成是好像讓人家覺得 我在endorse你這種ideology 結果他就很弄就全部都拿掉了 然後也不來跟我說一聲抱歉或什麼 欸那些人我都認得欸 拜託你整個人是見到一些deacency 起碼要有嗎 你起碼要說sorry吧 連sorry都不講的 非常詭異的事情 不過anyway就這樣一個story就是 我們希望今天的討論 不但在概念上面給了大家一些衝擊 也希望在實際的戰術上面 給了大家一些啟發 讓大家去想還有什麼phone 什麼信可以插針的 可以想辦法找麻煩的 可以想辦法讓對方忙得很的 那種辦法 所以這個就是對大家的 創造力和電腦知識網路知識一個挑戰 看你能想出多少種辦法 來讓那個很多人覺得很忙碌 OK 大家可能知道明天下午兩點鐘 在台北市議會的大廳 我們有一場同志公民論壇 他們兩位還有兩篇演講要發表 而且都是寫得很好很精采的 我是非常鼓勵大家明天下午兩點鐘 再到市議會大堂 來跟Nayan跟Michael 繼續討論有關於公民權 有關於權益 有關於運動的話題 我們今天特別謝謝卡維波、劉靖怡 Nayan和Michael Bronski 也謝謝大家在一天的忙碌的童晚節之後 還來到這個場地跟我們討論 歡迎以後我們在網路上面繼續相逢 謝謝 好,謝謝 KK City的Sex and Society网剧